觀光署最新統計 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博物館的造訪人次 中正紀念堂以一百九十五萬多人次 奪下冠軍 傳統熱門景點 國立故宮博物院排第六 故宮院長蕭宗黃 今天在立院教委會報告業務 朝野立委就指出 故宮邪愛度逐年下降 應該有更強的策展能力 而南院的交通街補有問題 也很難吸引外籍觀光客 故宮作用數萬件國保 許多是舉世聞名的文物 二零一五年參觀人數是亞洲第一 但近年來故宮吸引力下降 觀光署統計二零二四年上半年 博物館的造訪人次 故宮八十九萬七千多人次排第六 中正紀念堂以一百九十五萬餘人次 奪下冠軍 顧宮院長蕭宗黃對名字感到遺憾 但表示有很多原因 立委柯知人指出一百零五年來台旅客 走訪的景點 故宮排名第三 超過四成來台旅客都走訪過故宮 今年故宮人氣卻下跌需特別注意 而南院的數據更慘淡 交通街坡與觀光宣傳有很大問題 立委陳培宇指出 故宮應有更強的策展能力與行銷宣傳 蕭宗黃坦承這兩年的展覽辦得非常好 卻沒能吸引更多人 故宮整個國際化的狀況下 並沒有更好要再檢討與努力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台北報導